国产高端疫苗顺利保住了EUA的资格 也获得专家认证 但是国民党要求公开专家的名单 还有审查过程 也质疑卫福部赶在了选举前公布 是为了挽救陈时中的选情 对此指挥官王毕胜回应说 他们加班又加速 现在还被质疑说速度太快了 食药署也发声明 不公开审查委员的名单 是为了避免专家受到任何的骚扰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疫苗 名单都没有曝光过 反对黑箱疫苗 要求全面公开 喊话要公开透明 针对国产高端疫苗 不只顺利保住EUA资格 还经过专家认定 保护力高达九成 国民党提出质疑 这审查过程内幕不单纯 我们要求公开这14位专家学者的名单 这14位专家学者到底是谁 他们是炒股专家 还是疫苗专家呢 医师苏益峰也点出争议时间点 从10月24号高端宣布要替民众去日本的PCR买单 接着10月27号被派到指挥中心成员 带队来到陈时中的静总 隔天高端就补件 31号自行宣布疫苗价格 11月3号不具名专家开会 一致通过高端保护力 时间流程强在5号台北市长辩论会前 很难不跟选举连上关系 指挥官王毕胜亲上火线事宜 食药署也发声明为了避免专家们被骚扰 不管是哪一种疫苗 审查委员名单都没有对外公开 在选前关键时刻两周内 高端疫苗做光速列车解争议 不免被各界放大检视 记者的理论是黄澄博台北报道